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是他追的我 他一直崇拜我 围着我转 可他现在总是对我各种不满意 我希望他能多站在我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但是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口口声声地说着对我好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和他继续下去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属先生33岁来自天津新媒体支援 女嘉宾谷女士39岁来自四川各体老板 欢迎老位 谈了有多久啊 一年多了 是您追的他是吧 是的 好追吗 说心里话不好追 曾经有过一段婚史 对 也有孩子 是的 孩子多大 13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跟谁呢 是跟他父亲的 然后父亲的话 在我就是不但负责任吧 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在承担 因为他是属于哪一种呢 打零工那种 大钱挣不着 小钱不想挣 高不成低不求 听懂了 这几句话一看就是一特别开朗的一个女性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第一眼看上了吗 第一眼其实没有看上 啥时候看上了呢 后来呢 是因为他呢 主动追的我 我不是做新媒体的嘛 然后他公司的业务发展的时候呢 他可能想去开发这一块的一个业务吧 然后呢 他频繁的向我请教啊 他交集就越来越多了 然后逐渐的呢 我也对他产生了感情 那今天为何而来呢 今天其实是因为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吧 就是他刚说的 他和他前夫对于他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上 因为他经常跟我抱怨 觉得他的前夫不靠谱 对孩子也不好 然后经常在我这哭 我也只是跟他说一下吧 因为女人也有累的时候 但是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 因为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成熟 也非常稳重的 但是后来我跟他记住了一年 我就发现他很多东西都是不实际的 怎么不实际啊 就好比就是之前跟孩子的事吧 他说把孩子接到天津来 我都想找到天津来实际吗 我家里有两套房 我提供一套房出来 你把你孩子接过来 那是我跟他说过 孩子接过来可以 是吧 一个上学的问题 放学的问题 开家长会的问题 并且我的工作是有忙的 有个是周末 我还得出去应酬 那孩子又不是小猫小狗 是不是人在家里面 不管不问呢 然后我就叫他 我说你去 要不跟我接送孩子 开家长会吧 他直接跟我说一句什么来着 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 是你的孩子 你应该要负责任担当呀 话说的没错啊 但是我觉得他这种 就是属于假把子 嘴上说说而已呗 反正也是好心 对不对 心是好心吧 是好心 但是我觉得太不实际了 我那时候还试图 跟他建议说呢 你如果觉得精力上达不到 就照顾不了孩子 如果把孩子接过来的话 你可以把你父母也接过来 这等于又提了个方案 对 主持人他都没动脑子想一想 我父母六十多岁了 我们是四川人 我爸他们不会普通话 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语言不通 你让他咋子了 说他根本都不去想一想 我爸爸怎么会过来呢 给我感觉就是哈 就是为了在朋友面前 撑面子而已 哎呦呦呦呦 哎呀 所以他这么一想 你就委屈了对吧 嗯 好 没对上茬 听明白了 男生是说 让你们一家人团圆 我来出房子 嗯 我这是爱的表示 是的 女生觉得说 你完全不成熟 所有的细节都没想到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行 还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还有 我本来也想跟他 在一起好好的过吧 我计划在天津定居 我都准备买房子 他倒好 一下跟我拍死了 买啥房子 压力那么大 我仅仅有两套房了 是这个样子 我心想 我买房又不让你出钱 首付是我自己的 安全是我自己的 你不能阻止我的决定啊 其实这个买房这个事啊 我是坚决反对的 结婚的话 一般来说 都是男方出房的 那我又不是说没有房 对吧 我家里本身就是有两套房的 嗯 你说你自己还要去买一套房 那你说让周围的 这些亲戚朋友看到了 他 我就确实是觉得 我好像是出于没有实力 或者说就是 就是面子上的问题吗 所以说你就是碍于面子 但是你没站到我的立场上面去想过 一看你年龄也比我小那么多 万一有一天我们在一起 我住你那儿了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遇到他说 你帮我一脚灯了 我干嘛去啊 你叫我说 给我滚出去 不要这是我的家 你说我咋整啊 是不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你这买个房 就是留着 就是说以后我们 之前要闹矛盾吵架了 你就可以随时离一家出走吗 你没体会到我的感受 你知道吗 我已经经历过这件事情了 我第一段婚姻的时候 你不知道 我精神出负 然后是啥子情况 你知道吗 我已经有路费钱出去的 到那个时候 我才体会到 周围一个女人 离了婚的女人 男方不再是家 娘家也不是家 并且在我们那里 有个习俗的时候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大年三十 是不会在娘家过的 年过年都不过的 其实主持人 我这边为什么就是说 要反对他买房呢 哎呀 你反对人买房干嘛 人家有这个实力 人家买就买 不是 你也是 这个话说到这儿呢 就是说 你说实力吗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 在这打拼 自己建公司啊 或者说自己带团队啊 方方面面都是要钱的 我是希望他这些钱呢 还是能节约一些 能省一些 就省一些 知道 知道 你是好心 但是你这好心 他体会不到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希望我就是 特别去崇拜他 然后他办他的思想 完全强照于在我这儿来 因为我不是有一个 家政服务公司嘛 因为他是学那个 MBA的 那个管理这一块的 他非得让我去学 他的一套流程 去做管理 我说我觉得 你那对我来说 不解地气 并且你叫我学 我也看了 我学了 但是学了很行 他还叫我 学完了以后 叫我写感想 你看他的文化比我高 我本来都没啥文化 我写感想 你让我憋得出啥东西来了 其实主任 之后他强加我 他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 毕竟我的学历比他高 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他对于公司 或者对团队的 这一些管理方式啊 包括水平吧 是一些野路子 是摆不上台面的 所以我是希望 让从我的这个 相对来说 系统一些的方法中呢 让他能够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管理水平 但你的出发点是很好 但是我们那个做的难题 就是做一个保洁 做个卫生而已 我看好哪个活了 然后我帮工人 叫过去干了就行了 然后还有 我刚刚才认识他的时候啊 我觉得 他特别年轻化 有活力 那个时候吧 我们还经常去看一下电影了 晚上稍稍抖音了 我觉得这个重建还非常好的 是一种床垫 比较阳光 后来我就发现 跟着在一起 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他叫我什么 你早上去晨跑 晚上来泡泡酒 周末包包汤 我没有得到那种 就是说有床垫的那种感觉 听我了 那么提前进入了老年化的那种感觉 不是 可是主人 他毕竟他的年纪 就已经比我大了 那么而且他又在外面 就是天天这样的打拼 然后晚上又要应酬 又要喝酒 作息也不规律 我希望他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 能够保养好 这又怎么了 是 你也是出于对他的爱 对吧 对啊 没有错 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还有我发现他特别小气 因为我的工作 我接触的疫情比较多 说心理会好主持人 虽然我年龄的这个地方来了 是吧 然后追求者也是有的 然后他都觉得我是一天 花枝招展的 刀锋引别的 然后吃一些干醋 无中生有的就跟我吵 跟我闹 这个可真不是干醋 我会发现就是说 他工作中啊 无论是甲方啊 客户啊 还是一些同事关系中呢 其实有特别多 就是那种暧昧的举动 都上升到暧昧了 我反正觉得是暧昧 他觉得就这都挺正常的 人家来追求我 我不能管别人 他怎么想的呀 是不是 我做好我本分 做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我在这样情况吧 因为我有一些应酬啊 或者有些朋友聚会啊 我都叫上他 我跟你说哈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再叫你了 为啥呀 你不知道 主持人 那次跟我气得个够强 我说 让个特别难堪 哦 你说 然后我们有几个朋友 就会七八个朋友 那么我也叫上他 这一方面呢 我也让他就说相信 让他得到一份信任嘛 他酒量也不好 喝醉了以后 他在那个地方就是 乱说的胡说八道 说我什么 这些朋友都是酒肉朋友 一点都不靠谱的 一看当着我的朋友的面 说那些东西 你说我心里面难不难受啊 他那些朋友就特别不靠谱 在那个饭局上 就满嘴跑火车 然后动不动张嘴闭嘴 就说我一顿饭一顿酒 能谈下七八个大单子什么的 他谈下什么来了 他什么都没谈下 他就是光在那吹牛 我就是觉得 你的这个朋友圈 确实是有问题 那你看上他什么了呀 其实 朋友不行 他又是个野路子 你看上他什么了呀 其实说实话 就是主持人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他是先追求的我 我其实有时候 是会有一些这种 希望异性能够崇拜我的那种感觉 此外呢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闪光点 特别吸引我 就是他从四川一个人来到异地打拼 然后就是还 虽然拼的还比你好 对拼的还是 学历还比你低 还是野路子 然后他比你好 他对 因为我也木强嘛 就是我也喜欢那种独立女性 就是觉得他现在在异性交往这一块的分寸和尺度上 你们俩是有分析的 对 我觉得他有个时候还虚稳 因为他的朋友也经常约他出去吃饭 然后他也会叫上我 因为他必定比我小嘛 对吧 我可能打扮得稍稍有点 装连车吧 他都说我 不用去打扮 我不在乎你年龄比我大 关键是他还让我更生气的是啥呢 你又不让我打扮 还要在他朋友圈子里面 不要说我的收入比他高 你说是不是特小气啊 感觉是不是特虚伪啊 其实主任 从我的角度就是我可能有一些私心 我希望以后在事业上是我主外 然后呢 我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就是说顾佳一些 但是你看他这个又打扮 又晒朋友圈 晒这种就是很明显的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见不得我比你好吗 我不是见不得你比我好 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有个分工 那么以后呢就是我来 对 你就是希望你主外 我主内 是吧 你让我就是为了你是吧 为了爱情放弃事业 然后在家里面相扶教职这种 我没有那么绝对 但我希望就是说在事业这方面 是由我来主导更多 你说嘛 我就说你这种就是 与爱面子有时候的假大气呗 还有一件事 主持人我跟你说 感觉特优质 那天我跟他打电话 然后我听着他的声音吧 反正有气无力的 然后我问他 我说你咋回事了 他自助的 没有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难题了 你的工作有什么问题了呀 他就说 没事 然后你没事我就挂电话了呀 然后他就知道 你不知道猜测我吗 我就生病了 你当时你不看看我的朋友圈吗 然后你没看我今天走了多少步吗 他说要我非得去关注他 你说是不是太幼稚的事了呀 闹关怀是吧 那他当初追求我的时候 天天嘘寒问暖的 然后我现在这个 我明明就是不好受啊 我就是感冒了呀 那你说我感冒了不就完了吗 可是 非得让我去猜了 猜去的 对你 这不就是谈恋爱吗 这不就是谈恋爱的意义吗 不了 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但婚姻走到现实 婚姻里面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可是现在要说你连猜都懒得猜了 你都不愿意去谈这个恋爱 那还有什么必要呢 反正我觉得你就是属于 假装的大气 很多东西 不是实际的东西 听走了 然后不然是去考虑 还想跟他在一起吗 之前说心里话很欣赏他的 通过这么一年都以来 特别的累 我得好好振作 光环退去了 是吧 还想跟人骄傲吗 我觉得我也要再考虑考虑 又拿着劲呢 来我问几个现实问题 您在一个月收入多少 在一个月收入不到八千吧 不到八千 您应该是他的几倍啊 反过一年算下来 做一个单的话下来 有可能三十来万吧 纯收入是吧 差不多 三倍于你以上是吧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那您指的以后的主外 您主外这个事业是指哪块的事业呢 就是以后我 因为我毕竟年龄比他小嘛 那我又是个男人 那我的 不是您就直接说就行了 您准备煮什么外 就是以后在世界上我多去挣钱 然后他负责这个 不是那人家现在挣这么多 还有你多挣吗 这是打了埋伏的 我突然发现了 一年不会只做一单吧 反正还行 一年的收入 年总产值大概在两百来万的样子 这很给您留面子呀 你还在那端着什么架子 还教人怎么经营 你教着玩意干什么 那我毕竟我 我也是一个追求上进 他就是让我崇拜他 非得让我去欣赏他 崇拜我们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崇拜 对吧 也可以吗 你现在还拿着劲了是吧 你还想跟人分手是吧 你能理解他那些点吗 我能理解 但是我有时候我不能接受 就买房子这事 接着我再问扎心的事 天津那老套房子是谁的 自己买的还是父母的 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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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您的房子呢 说了半天还是父母的呀 就少爷拿自己的父母 崩面子是吧 我有两套房 实际是父母的呗 一年时间 重新认识 是吧 对 没那么强 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 会照顾人不 别提了 他一天忙于他的工作 尊重他的什么粉丝去了 懂了 在婚恋市场上 各自都属于抢手资源 喜欢您的也比较多 喜欢您的也比较多 对吧 今天来要干嘛 坚持不下去了 对 要问问记 是吧 对 看怎么办 来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邱炳特问卷 这独立的女人是挺有魅力的 这个史先生这赤裸裸的记录 就说到最后的时候 把你所有的这个说的话 这些事往前一倒 我才明白什么意思 一开始说什么 一开始没看上 这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说不让人家买房子 不让人家买房子 不就是博你的面子吗 然后紧接着什么 你的朋友圈也不行 你的学历也不行 你年纪又大了 种种种种这些事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在他面前是自卑的 其实你如果真的 对他是什么感受 你说出来就好 你用这些虚伪东西 挡在你的面前 掩饰你的自卑 没意思 时间长了 他会觉得 你也就那么回事 你觉得他一开始追你 崇拜你看上你了 其实那是让你 找到了自信的地方 满足了你的虚荣心 你看条件不错 这么多追他的人 而且实实在在的 人家的业绩比你要好 人家的能力比你要强 你的自信来源于 是你追的我 然后在慢慢的交往当中 这些自信 一点一点的消失 然后变成了自卑 如果你在感情当中 真的是一直这样自卑的话 那你们两个人 绝对走不下去 你用种种东西 来打压他 你只会让他 离你越来越远 别说崇拜你 别说欣赏你了 后面会越来越讨厌你的 如果你真的觉得 女朋友没有你的面子 重要的话 我劝你换一个人 你换一个 真的不如你的女人 那样在一起 你舒服 但如果你找了一个 比你强的女人 你就必须要接受 这个现实 如果真的没有 那么自信的话 就分开 别折磨自己 也别折磨他 谢谢 看你们俩对话呀 我挺恍惚的 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女孩 那边是一个男生 那这边质地有声 坑枪有力 那这儿呢 哎呦 扭扭捏捏 吞吞吐吐 当时你还记着 你的女朋友啊 看着你什么吗 阳光 有闯劲 对不对 你看你现在 那变得那么阴柔呢 是因为遇到强者之后 你越来越怕了吧 你怕他比你强吗 这其实是最可怕的 一种情侣之间的关系 自己不行 他不能允许对方行 你得听我的 当初是你追的我 我就比你紧了 但我就处处容不下 你狠 这是很可怕 你现在看不上 他的朋友圈 要在事业方面 你来做主导 我以为你别 就差一个两三倍 哇塞 差了好多哦 不是 关键很给他面 你看他那回答 哎呀 我们一单 真是突如过去 三十多万就 好像距离很近 你看他十几万 还非常留面子 很有余地感 是的 所以你拿什么 跟人去比呢 唯一比的就是说 嗯 我对这段感情 比你更珍惜 让你不会后悔的 他可不是看中你的视野 对吧 你别哭 别撅嘴好不好 不要撒娇 好不好 扭捏得很 我们能不能挺直的腰杆 面对现实 接受现实 这个女人你爱不爱 你值不值得这个女人爱你 应该值得 对啊 咱们互补嘛 你发挥你的强项 你是做新媒体的 它是一个相对传统的行业 你能帮她的 你不要看不起她 因为你现在没有看不起她的底气 不要故意去压着她 互相去取长补短 好不好 我觉得你们要在一起啊 应该还不错 嗯 只要你认识到你的问题 好吗 就这样 我觉得 我也觉得这不是小男人的问题 他有点恼羞成怒 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心理逻辑啊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真老虎遇上纸老虎的故事 真老虎在山林之中看到 哇一只 那么大的一只 斑斓大虎在那个丛林里面啊 哎呀马上就是进位了 说虎前辈啊 你要不教教我吗 看我怎么样 你跟他聊着聊着聊着发现 咦 这儿破个洞 那儿破个洞 那最后是个纸老虎 结果那纸老虎恼羞成怒了 说你不许这个不许那个 我告诉你的就是对的 我将来要怎么怎么的 我还有那两套房呢 你的不自信 你所有在光鲜亮丽之下 所隐藏的阴暗 狭小 恐惧 都被他炸出来 可能你本来高高在上 光鲜亮丽 突然之间在女朋友面前 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了 怎么着布呢 我觉得现在不是个着布的问题 现在是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发现他真的是只纸老虎之后 你还要不要爱他 他还有没有吸引你的地方 我们不需要通过同情 包容 或者说我向下去兼容 你是一个真强大的人 真正强大的人 是在生活里面被锤炼出来的 带着孩子做了生意 而你呢 你的所有的强大 都来自于别人 对你一句一句一句的评论都来自于自己的自我心理建设 能量等级差那么大 还要不要在一起 我觉得你值得好好地想一想 至于你 收一收内心的狭隘和狭小 让自己在生活里面慢慢锤炼 变得真正的强大 再去爱这样的人 不要再和他谈恋爱了呀 你们两个确实 这个是纸上谈兵的 你是在沙场赤城的 所以你是有真正的作战经验 而这一个在纸上谈兵的人 却想夺了你的领导权 你要是听他的话 生活会一团糟糕 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男人 从今天开始放下自己想给别人做主的这个欲望 就像他努力经营自己的号 让自己有那么多粉丝一样 他不可能把自己的领袖欲从此扔掉 所以他也就决定了 不可能成为您的良伴 他看不得你现在是比他其实厉害的 他一定要把你拉下马 他在拖后腿 你最适合的 其实是去找一个辅佐你的这一种男生 他能够理解你 能够支持你 然后对于你做的自己的一些职业上的决定 不去给你任何的一些多余的参考意见 只要他在自己的职业里头如鱼得水就好 他不需要跟你在商场上产生共鸣 对于他来讲 你们两个人就这样吧 你也放过这女生 你不可能让他臣服的 你在他面前待得越久 你的挫败感会越重 你的挫败感会伤害你的骄傲 从此也会使你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打了折扣 既然不开心 为什么要死赖着不走呢 分手 想起一句话特别适合他们 心小 事大 全人大事 因为心太小了 心大 事小 在他看来全人小事 当然了 在情感面前 再聪明的人有时候也会犯傻 可能在商场上面是一个果敢果决的人 但是面对爱情的时候 也有他柔弱和贪婪的那一面 剩下的时候你们自己琢磨啊 看看还要不要他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那个时候欣赏你身上的 就是这种非常独立 敢闯 敢想敢干的那种精气神 可能也像各位老师说的吧 就是这也是我身上所缺乏的 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节目 能够再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其实从一开始 我还是很看好你的 你的文化也比我高 最主要的是你没有孩子 所以我也许会考虑一下 本来是想让你帮我复复能的 给我带来一些新鲜想法的 祝我起飞的 后来发现您是一大衬驼呀 你得把我拖到河里一起淹死 你不能好好说一句话 你还喜不喜欢他呀 我是很欣赏他 只是欣赏这件事就算了 今天咱们谈的是爱 记住他说的话 他是欣赏你 欣赏你的人多了去了 那他又算牢记了 对不对 因为不是爱嘛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预测一下结果 我觉得难出 你不出 我觉得双不出 那我就说双出吧 有 为啥你要说双出呢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 说不定于情未了呢 是吧 这没什么理由 我就瞎说 我觉得女的应该清醒一点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四个字吧 大快人心 是吧 这个结局大快人心 因为这不是一段爱情 压根就是一场误会 祝他们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开 我们已经结婚四十多年了 但这几十年 他一直很大男子主义 多次经营失败 也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我为了这个家 累成了一身病 自从他生病以后 情绪总是很不稳定 我知道他 身体不好 总是耐着性质 包容他 可他呢 总是挑刺 现在看他 真是越来越不顺眼 我真的有点不想和他过下去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彭先生六十六岁 来自山东翠修 有请 孙女士六十八岁 来自山东翠修 有请 这谁来给我们上课的年龄啊 人家俩结婚四十四年了是吧 对 四十四年 一女一儿 对吧 对 大的是闺女 小的是儿子 对 看了一下您基本的这个简历啊 五十多岁之前一直是正确的 五十多岁之后就瞎胡来了 是吧 把这家搞得有点这个风风波波 是这意思吗 是是 您这个身体现在还好吗 现在很好了 哪还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们现在 我的情绪还是 一想一想的事 我是心情还是不大好 过不去 对 行 您先说过不去的事 他 对我们这个家的危害 确实有 经济上 我的精神上 他对我 都有一定的危害 都用到危害了 对 行 您说他怎么危害您家的吧 就是我们从结婚 这四十多年以来啊 他每次工作方面忙 我拉两个孩子 都是我自己承担 九五年的时候 他有车祸 也是我承担 两个孩子还得照顾他 就是家里面的事 全是您在主着 对 他是单位上的领导吧 反正他工作不与忙 听明白了 就是这人反正对家不关心呗 是这意思吧 对 这危害您认吗 我也认可 但是呢 我在单位上 一别多口的人 在吃饭 跟企业还是付出的多 家庭照顾就是少了 这些呢 就是他承担的多 行 您认这个就行 认认 行 还有啥危害啊 都用到危害这个词了 就是经济上 对我们很大危害 投资蹦车 光收付款就叫了一百零五万 结果呢 都排人去了 当时这个设备吧 看市场还是挺好的 咱呢 也缺法经验 我就想呢 有两个孩子 家庭负担一听众 想多挣点钱 也是好意 想投个资 以后吧 买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当时我们那个地方 很缺 效益很好 我刚买进来不到半年 整个市场就饱和了 这个设备呢 活就少了 也利益也很小 也挣不少的钱了 所以说就 把这个设备就处理了 他呢 就把这个罪过 都唠到我身上了 成天唠叨我 成天唠叨我 成天给我打架 这个不怪 你认为家庭好吗 这个还有啥损失啊 最后又开饭店 投资也不小 一开始办饭店的时候吧 我不让他 头这么大 我那意思是 有一次失败了 别再投入这么大的就 但是呢 不听 我娘家的哥哥 我母亲 都劝过他 你不能再这么作了 头这么大 那个蹦车 你就据失了 一百多万了 这个饭店 你就要慎重一点 别弄这么大的规模 就是说他 他不听 背着我 把这个饭店 搞得规模很大 我为了省钱吧 我就亲手下 洗碗刷盘子 给厨师 顺菜 什么的 反正都是我打理 干了两年以后 人家给我们解除 出约了 这个饭店的人 就用着这个地方了 无赏拆除 我们这个钱 都搭进去了 当初我说 说你不听 不让你搞这么大规模 他不听 结果干了不到两年 这个事不是 也不能光怨我 因为这个 把饭店你推了 谁也考虑不到 结果呢 都搭进去了 打了水漂了 我们的钱 弄了我 我的情绪 当然就是不好 现在我手上 你看吧 这是亲自的 水泡都挡满了 就是刷盘子 洗碗 洗菜 长期 将近两年 都是我自己 打这个工 把饭店翻了以后 我这里挺要强 我说在哪里跌倒 哪里起 哪里爬起来的 我又做了一个美眠 我说我有手艺 我这次不用你 我自己投资 我说我创业 我就被征包 我从四点 早晨四点起床 晚上十二点 睡不了觉 不是 这个事吧 包子馅 嘴边跑 再雇个人 他一个人忙不可来 光我们两个干 忙不可来 他不少雇 他不要顾了 你亏了 这么些了 我分身就挣不住 我再顾人 我这身体可受不了 这个两年的时间 免疫力下降 就出现问题 累病了 对 开始住院了 就治病 真的是癌症 你看 这个插出了公寓来 这不又抓你给他治疗 他还不想治 那哪行 我说我不治了 不治不行 谁陪啊 治病谁陪啊 他得陪啊 他不陪谁陪啊 这话怎么 我怎么觉得他有双标呢 他不陪我自己能看病吗 对啊 那是我走路都走不了了 对啊 那我怎么听 刚才一上来的时候跟我说 这个人对家庭危害极大啊 对啊 他出车祸的时候都是我陪的他 那你不陪谁陪呢 按您这说吧 对吧 那时候孩子小 怎么现在就双标了呢 怎么就变成他必须得陪了呢 他必须得陪 他为什么他必须得陪呢 那我就问您姐 你陪没陪 陪了 陪的怎么样 要说很满意吧 也不是说多么满意 经常对我发气息 这给你 你做业 那你做业 这个护工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 您给打几分 哇 给他打八分吧 那不是很高吗 八分就算 也就可以 他肥的还倒可以都是 那您这个是化疗什么的是吧 放 化疗是四十次 化疗是六个疗程 我天哪 结果这个 通过化疗 你想象我能怎么受 他的头发缠掉了 眼眉也掉了 就是连路都走不了了 当时他的脾气 是不是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我不好伺候他 但是我也耐心地伺候照顾他 不这不就行了吗 老伴还要怎么样 到最后 他都不想治了 就是这化疗那个 副作用 来受啊 做了轮 银行都不能走了 他说我放弃治疗 你呀 你把省了这个钱 我买块好墓地 把我肝脏了 我死了 你不要再花钱过去了 我人心不渴 为我这个家付出这么多 我都 啥锅买铁块的给他治病 对啊 结果呢 通过四年到的治疗 到现在这五年 完全恢复 你看他像有病的人吗 我也是一种精神计划 身体恢复得很好 我用个九十多岁的老母亲 我还有两个孩子 我得把自己的身体 不 您当时可没这么说 您当时可跟人说 买块墓地给埋了 您可别说了 对 都劝我 妈妈劝我 我还有个九十多岁的妈 我得想 我得往后想 就说跟他没什么关系 是吧 对 他 为了我 他可以过 但是呢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老母亲怎么办 我想到这个 我才勉强 提起我的精神来 你怎么就说 你把这男人全给否了呗 对 我用心 我用心治疗我的身体 不是他陪着你的吗 就是他陪着我 我才 才开始有 那人家有没有功劳啊 有功劳 那你就说功劳 你别老说危害 刚才说他的危害 实际上危害啊 我的身体和经济上 都有他的一部分 好好好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了 他恢复好了以后吧 这个病都治好了 病好了 这个脾气变坏了 哎呀 光给我发火 这个菜做的咸了淡了 又是不熟了 又是我不弄得不干净了 他出去找我忙了 这种我确实是很难受 身体恢复好以后 我也劝他 咱出去玩玩 太开心 我是会扎这个杨琴 参加了我们社区的旅剧团 当时他也爱唱 他也去 有时候身体不大对劲 他就不去了 就我自己去 长了嘛 我们那个剧团就排整节目 就去参加文化局安排的演出 其中有一次 人家定下午两点演出 他就不让我去了 为啥 我骑了个摩托三轮带着我那个大的洋琴 八九十斤 说他买的 就不让我骑 三轮车就不让你骑 不让我骑 我说我演出我不能耽误 那你为啥不让人骑 为什么 我说你把饭给我做好 我跟你说 主持人 我通过化疗和放疗 这个一个是吸烟的味 一个是这个厨房的这个味 我绝对不能闻 到现在就好像落下后遗症一样 从那以后吧 我就不做饭了 都是他做饭 那他有没有给做饭啊 他没有做饭 那天他就想走 他提起他的亲眼就走了 我不生气吗 我们那是一个集团 说的演出 他耽误了时间 我不去人家这个整台演出 没法演啊 对 其实我不是一个来人呀 我就不认为大局了 我有了病以后才这样的 我不认为大局了 哎呀 叫个外卖就好了嘛 我不会叫外卖 我年龄大了 我不会玩了嘛 我也不敢吃外卖 我都是自己做饭 你现在不是自己做不了了吗 我现在有了病以后 你不是就请问他做吗 我现在有了病以后 确实吃饭 有些挑剔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那您去没去 他能体谅 你能体谅我 我身边一场大命 我大出租车去了 我大出租车去 我也不能影响人家 个集体演出 是 是 是 他这个脾气 就是越来越坏 那听明白 其中他说 刚才说的抽烟问题了 我抽了三四十年的烟了 你老习惯了 说尽量少抽 我都上外边抽一颗 其中有一次 我女婿和闺女来 给我买一条烟来 金鸣他就对我女婿就说 手当在我那边 当在女婿那边 你不要给她买烟 不让抽烟 弄得我还没面 我让你抽烟 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弄得我下不来台 不单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你 抽烟有害健康 行 行 行 是 是 是 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来的目的啊 贝贝他这个脾气能改不能改 他啥脾气啊 他啥脾气啊 你没给他过过 我没法跟他过 你给他过好两天 你试试 他现在就什么 我说这个饭 闲点了 闲点你怎么不做呢 你自己去做 我能做吧 我这话说的 我要能做 我不用你啊 是吧 他的脾气也是不小 对我 但是他对我的伤害这么大 我想起来我就心 心烦 你心烦 你要遇到不高兴的事 不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这个发脾气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得癌症就是因为他呗 对 有他的一部分 他就是说有这个病 我不是赖的他 完全都赖的我身上了 确实是这个饭店 当时他太劳累了 休息不好 免疫力下降 你照顺着 行 我听懂了 听懂了 事前天后后都听明白了 您二位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是宝梅拉签啊 还是怎么着 怎么认识的 我们自弹的 你们那年代就自弹 我是七三年高中毕业 毕业以后呢 我就会催 我们村里呢 有文艺宣传队 那时候啊 我就爱约去回炸杨琴 他呢会唱歌 我炸杨琴他唱歌 我们带一个宣传队的 我们就认识了 尝尝吧 就互相了解了 觉得挺好 高山了 在山流水浴之音了 到了七五年了 我们两个呢 一起就参加了工作 帮了工人 家庭双方的父母 也可以满意 这样八零年 我们两个就结婚了 四十四年纪 就多好啊 对对 年轻的时候啊 真是一个帅小伙 明媚大眼 心情也好 家庭也好 但是呢 就是从结婚以后 有了两个孩子以后 就是遇见的事太多 他上班不顾家 一个月二十天不在家 我带着两个孩子 我还得上班 大的上学 小的是上幼儿园 我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替我接孩子 我上 您这说的代差太大了啊 您生病的时候 说老母亲九十多岁 您孩子小的时候 老母亲八十多岁 现在一倍多岁了 我母亲 都不长啊 我母亲一倍多岁了 一倍零三岁 不是不是 这说明家里有长寿基因 对不对 一百零三岁 好 对对 您今天来干嘛吧 我就是问问他 今后打算怎么办 怎么过这个日子 我要再活十年 不是您 这十年怎么过 不是您家里长寿基因 您不只活十年 哎呀 您得 问题是我 您想怎么着 不是 我现在是代言生存 您说您要怎么着 我怎么着啊 我就问问他 以后对我和气一点 温柔一点 关心一点的 他这现在又出去唱唱 社区剧团一来电话就走了 不是 那您也去啊 我跟你说啊 我次有了病以后 这个犯罚了解 您可能也了解一下 了解了解 他杀伤人的体验 行 您就这么说吧 太多 您就这么说吧 我不参加了 您要求他怎么着吧 就是他变得 很年轻的时候一样 处处关心我 处处爱护我 行 听明白了 就是以后啊 一个月回家十天 二天在外头 年轻时候不就这样吗 对 对吧 他就要求这 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 您不是说回到年轻的时候吗 像他这个皮静这个样 要是说话说错了一句 也是骂骂的 你看他 他这个性格 这个皮静 我的皮静 我就认为我是病拿的 有病有的 明白了 明白了 你保隆我 体谅我 这些年龄 我给你鼓励 能做到吗 行 行 行 那你快病了 你要这么做不得你病吗 所以咱们怎么找这个平衡啊 虽然结婚四十四年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这些都算晚辈 但是好歹我们能给出点主意 您听听好不好 行 就是如果您就这心态 我六十多岁 这也快笨七十的人了 对吧 对 六十七了 我六十九 你还比人大呢 大 哎呀 你看你那会儿霍霍年轻小伙子 霍霍的 你看看 如果说你就是说我病了 我不收敛不克制 那最后可能得病的是他 你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咱们怎么去调整 这么听起来挺幸福的呀 看着好像斥责 处处都充满了骄傲 哎呀 又帅喽 又是领导喽 哎呀 看病的时候 我去看病的时候 陪我陪的好 哎呀 杨琴砸得好 现在还去唱去了 处处都体现出 你的那种优越感 还在这说他对我不好 咱能不能别口是心非呀 大姐 不是 您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让我们一起 因为其实我的病 他在心里对着呢 我还害怕不怕 这是阿姨辈的了 我就算当晚辈吧 就是从这个角度讲 我希望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包括我的父母 能够心平气和的 这个享受余生 其实我自己的父母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吵来吵去 但是呢 在多年前 我父亲 得了癌症 然后 他们就意识到了 哎呀 年轻的时候 怎么生气呀 容易生病 我就想到 您刚才那个状态了 但是 可喜的是呢 我父母 现在几乎不吵架 他们都会觉得 跟您一样 这个癌症治好了 珍惜每一天 两人一起散步 聊了过去美好的事 人得了重病以后 叫劫后重生 他会重新思考 这个生命到底是个啥 还有对错之分吗 最后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道理了 只要过得心平气和 那才是对的 我家阿姨 你应该这么考虑 你应该是一口福之人 不是所有人 得了癌症以后 还能站在台上 这么练利 然后你从台内一走 脸上沾翻了微笑 我说 哎呀 太棒了 这阿姨 活得比较滋润 那又为啥来到这个地方呢 可能还有点小委屈 我也听出来了 哎呀 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多少多少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44年 叔叔也付出了44年 多与少的问题都在付出 像做生意有赔有赚 不能允许只赚 不赔 过去的事 翻过去 珍惜当下的每一分钟 不抱怨 不纠缠 不记恨 不犯旧账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年龄了 不要期待谁改变谁了 你也甭期待阿姨改变了 她的脾气就这样 我听听就完了 我不走心 你是病人 不光是身上有病 在心理上还有委屈 听听就完了 我不跟你吵 阿姨这头呢 她啥样 也就啥样了 您现在再教育她晚了 自觉吧 甭管是因她而得的病 还是因她而痊愈的 反正今天您站在这儿呢 那就是有福之人 咱也照着一百多岁活 没问题 但是病由新生这事 咱得好好思考思考 真的要想活得健康长寿 活一百多岁 那就得高高兴兴的 我的事我做好 她的事靠自觉 我觉得两个人 就能走得好好的 还有你们两个好好的 女儿 儿子 还有孙子了吧 是不是 全家都高高兴兴的 您得做一个表率 您如果两位到这个年龄 七八十的还吵 您就有一个不好的事发 你说是不是 对 我真的更愿意理解为 婚姻44年的阿姨 来我们爱情保卫站 花样秀恩爱 撒娇任性来了 我觉得阿姨 其实今天你在场上 说的所有的话 虽然是在埋怨她 其实也是在认可她 你看这个老头子 以前是领导 其实您是骄傲的 你看他这退休以后 还去创业 虽然失败了 但我一直陪着他 您一天没离开过他呀 他开饭店 您就去洗碗 就去摘菜 你多爱他呀 换成别的妻子 你折腾你的 我退休了 我去跳广场舞了 我跟姐妹玩去了 你不放心他呀 你心疼他呀 你得陪着他呀 所以您看您收获的是什么 伸染重病的时候 你这老伴跟年轻说 不一样了吧 不是什么都不管 忙事业了吧 人家不是什么都放下了 陪着您吗 您痛苦的时候 您老伴一样痛苦 他也很辛苦 但是今天值得 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是 二老通过彼此的深爱 渡过了这样一个难关 这就是你们四十多年恩爱 婚姻的最好的见证 咱怨也怨了 过去他没有做好的地方 咱这都任性撒娇 都说了 咱翻过这一片吧 好不好阿姨 我给您的建议是 你看现在身体也基本上恢复了嘛 咱该唱唱该跳跳 吃的东西老伴做得好 咱就吃他做的 做不好 咱可以点点外卖 出去吃吃 怎么开心怎么来 其实我觉得叔叔做得挺好的 现在 您在场上从来没有反驳过他一句 当然我相信生活中 你们肯定还会有顶牛 但是今天您能一句话都不回 我觉得特别的好 继续保持 毕竟他身体还是 对 有病在身 但是您也要保持自己心情的愉快 您还有一个任务 要陪伴他 建立他的兴趣爱好 您去唱歌啊 什么弹琴啊 你带着他 他不愿意去你拉着他 他不愿意唱 你让他旁边看着 带他走出来 开始新的生活 他就没有那么焦躁了 希望你们老年生活平安 健康 快乐 相邪到永久 其实大姐应该知道 身上有病 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心里有病 这个心病治好了吗 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这个心现在是健康的吗 未必 因为您啊 把过去啊 抱得太紧了 把现在所有你的不幸的痛苦 都归咎于对方 他造成的 请我们细细地去捋一下 这里面是真是全是他吗 有没有您心甘情愿 早晨四点钟起床 夜里十二点钟才能睡觉 那是不是您愿意干的 他可没比你这么做呀 对不对 当时那个心气 哪去了 我认为啊 您现在最重要 要做的什么事 放下过去 放过自己 向老头学去 你要学习呀 他要他怎么样 都有自己兴趣爱好 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有自己可以为之奋斗的事情 很开心啊 可您呢 给我感觉 您心里只有他 您的世界里就是他了 所以说他任何身上的 所有的问题都会放大 过度的敏感 在他身上 不是看到过去 他对您 对这所谓家的伤害 就是现在对您脾气的 一个反馈 我就这么问您 如果他都没有力气 没有身体跟您 跟您对质了 那是不是该您真正 着急的时候 所以说您现在 最重要的是 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凭什么做饭 一定是他做呢 那学点那个 定外卖的技巧 很简单啊 对不对 当您不断地学习 您的生活 就不仅是围绕他转了 您要找到一个 能让自己啊 就幸福起来的 这种源泉动力 您走出来那一刹那 我觉得哇 您光彩照人 您不说您 今年的岁数 我真不知道 您这么大 而且经历过这么多 怎么过来的 有您心里有一股劲 有 有没有身边的人 有没有您的孩子 有没有您的老母 都在支撑着您 对不对 感恩过去吧 然后呢 对未来充满信心 就这样 好 谢谢 哎呦 阿姨您这个不讲理 真的太欺人了 就作为晚辈 不应该这样说 但是我看到您 这个不讲理 就想到我家里面 有人不讲理 我这个气就绷不住了 我就感觉委屈了 阿姨您一点都会委屈 您已经够幸福的了 真的 就是您在生病的时候 他无怨无悔地 陪在您床前 这么多年 就虽然说是 病人很痛苦 我理解病人 我们家也有病人 病人很痛苦 他在放疗化疗那段时间 看着那种难受劲儿 作为他的家人来说 是除他之外 最难受 最心疼的 而且家人的那个心情 您作为病人 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我刚才看 您在台上那个劲儿 我真特别生气 因为那就是我亲爹亲妈 我没法说 我就借着跟您说这话呀 他们俩要看这节目 应该能有点反思 就是咱不能以病人的名义 折磨和折腾其他家人 是 生病这件事 谁都不愿意 落谁身上 谁都会问个为什么 凭什么上天 就把这病癌症 这个东西落在我身上了 我做错什么了 凭什么让我受 这么大的折磨啊 所以您就以病人的名义 开始折磨折腾 因为您觉得 您这个病 有他一半的责任 当初都是他气的 可是阿姨 这病是自己气出来的 不按时体检 不珍惜自己的身体 您赖谁呀 理解病人之后 是有这种的情绪的 有的人性情大变 和生病之前 就是判若两人 但是我觉得 您只有找到 让自己真正开心 和疏解 这个情绪的方式方法 您骂他没有用 跟他生气没有用 只会让您越来越气 折磨他 折腾他 到头来 您有什么好处 把他累到 最后也病了 您俩谁照顾谁呀 所以当您 情绪调整好了之后 第一 有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第二 您是家里情绪的风向标 否则的话 我跟您说实话 孙子孙女都不愿意 回爷爷奶奶家 因为每次一回来 看见就爷爷奶奶在吵架 我们换个思路和角度 不需要哄着你 您家人不都哄着您吗 全家人都围着您转吗 咱稍微反省一下 为什么活得不快乐的人 不幸福的人 总说别人是错的 自己没错 您把自己累病了 省下那个钱 因为看病 是不是又都花出 因为这个家里面的人 流了多少的眼泪 吃了多少的辛苦 您算没算 余老师给了个特好 这岁数谁改变 谁都难 就一条原则 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能帮我做饭 做得好上心了 那是我修来的福气 做得不好 我现在油烟过敏不舒服 落了病根了 我得想一个另外的方式 让我自己吃得好 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当我能够为我自己生命负责的时候 我稍微搭一把手 那就是在为我爱的人负责 其实也看到这44年感情还是深厚的 嘴上说一套 实际感情很深很厚啊 调整一下 好吧大姐 接下来就把时间留给你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从现在以后我要好好地照顾他 毕竟我们40多年了在一块 他为我们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 也落了病 我要改我的脾气 好好地照顾他 我们共度后边的幸福满年 我们毕竟结婚44年 我的委屈 我的苦恼 没法说 为了孩子 我的四个孩子 儿媳 儿子 女婿 姑女 都是好孝顺的孩子 还有外孙 外孙女都失溜了 外孙子 孙子 我没看到他们 不能给孩子留下 很多的遗憾 哎 还是不释然呢 要您释然真的太难了 其实接一句话这事儿就释然了 但是要接这句话太难了 知道吗 我想加一句啊 叔叔身上有优点 您看到他的优点 您就是和他的优点过日 您看到他的缺点 就是和他的缺点过日 您生的是他的气 伤的是您的身 所以您要对您的情绪负责 对您的视角负责 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福日人 最后还要跟您说一句 为什么你看好像今天这炮火 都集中在您这儿 因为现在在这个家里头 您最弱 身体上您最弱 心态上您最弱 过去这个家的精神支柱 是在您这儿的 对 现在你变得弱以后 这个家就会弱 这个时候就需要您变强 您变强的唯一途径是什么 就是忘记过去 先篇重来 您琢磨琢磨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说说感觉和感受吧 稍待预测一下 肯定都出了吧 还是那句话吧 人要为自己的反应情绪负责 他们肯定都会出来 这大姐啊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能这种状态出来呢 真是她周边的人 给予她的最大的爱 我觉得她要珍惜这份爱 请开门 其实此刻我们要见证的才是一个人生最浪漫的 这不就是慢慢陪你一起到老吗 来吧 各位见证吧 不哭了啊 太开心心的啊 44年相守 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历经投资的失败 还有多少人愿意陪伴你 一个人面临恶极的事 另外一个人选择了留下来陪伴 又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其实你完成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 开开心心过日 好吗 祝您幸福啊 谢谢两位 跟这种有过生活沉淀的人聊完天 你在想这个舞台上喧闹的那些年轻人 他们情感那些事 那还叫个声 感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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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